蝙蝠洞民歌坊这个名字不晓得有多少民众记得 台时台东地区最后一家民歌表演场地 当时排班演唱歌手有的还在唱歌 不过更多人是转行了 铁花春花了半年时间气化 找到当年在台上的歌手 重演当年传唱一时的民歌进去 季春和慧英是蝙蝠洞永远的早班 90年代蝙蝠洞民歌坊的全盛时期 他们是自然组成的重唱 没有团名早班傍晚五点 听众寥寥可数 唱起来更加轻松 那个老板比较不好 你帮我再起来 不是啦 第一个大概多少钱 导的那个比较好 导的那一个比较好 大大和小小两个人因为蝙蝠洞演唱 朝夕相处 最后结成夫妻 小小是男王姐妹花的团圆 大大历经了新闻媒体的风霜之后 点头大历出新的风霜之后 能相救 相思不如回头 如今何必愿离分 除非是当作游戏场 红尘任他凄凉 谁能断了这情分 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 今生随便聚散 无约无悔有几人 背靠着背坐在地盘上 静静静远遥遥遥远望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帮我在心上 你说想做我的浪漫的梦想 谢谢我带你找到健康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 只要我将你救起祝福啊 民歌时代的台东 拥有至少三到五家民歌房 在大同路上的蝙蝠洞 却是苦称最久的一家 经营者接连转手 1999年被迫关灯 走进台东人的回忆当中 在爱情中痛苦 在爱情中痛苦 在便利中追逐 便利中追逐 怎样才能面对 存在内心的中途 不需要让步 不需要让步 没有人知灵动 志云是当年蝙蝠洞的小鲜肉 高亢 嘹亮的歌声 让不少女性听众为之倾倒 鲜花礼物收不完 我求要回到我地方 我求要回到我路上 我求要回到我路上 你知我引力不开 我靠 姑娘 半年的时间 铁花村从四面八方 打探这批歌手的下落 费尽心思 让他们再次齐聚一堂 歌声也许不再那么嘹亮 面容已经不像当年 演出技巧也不再熟练 但歌声当中充满岁月的沧桑 便浮动歌手伸长在内心的 只剩对音乐的万般执着 记者赖用成台东市报道